近年来 多种多样的非洲商品在中非经贸博览会 这一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最大的经贸合作平台 与中国消费者见面 如何理解中非合作论坛这一机制 如何看待中非合作 近日 非洲联盟驻华代表处常驻代表奥斯曼 接受了中心社记者采访 在奥斯曼看来 非洲与中国的合作在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正式成立前 就已经开始 中心社记者采访 作为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重要配套活动 第八届中非企业家大会将于峰会期间在北京举行 奥斯曼希望非中企业家能够借此机会面对面交流 奥斯曼介绍通过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 2023年8月中国还发布了支持非洲工业化倡议 中国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 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三项举措 支持非洲一体化和现代化建设 如今中非合作已拓展至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 奥斯曼认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对非洲贸易有促进作用 谈及未来奥斯曼希望非中能在贸易金融与国际事务上有进一步合作 我们准备在很多地方 但我们做到最好的方法 我们做到最好的方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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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